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各位小伙伴带来的是一款 非常优秀的 免费无限量的高速的一个科学上网的工具 那么它的速度 堪比付费的VPN 那么它的流量 可以通过设置达到无限流量 并且它不需要注册 不需要登陆 直接安装 稍加设置 就可以使用 假设你是圈兆网速的话 它随随便便可以去到几万开 十几万开的一个速度 每秒 非常的好用 那么下面我就介绍 如何获取 如何安装 如何设置 如何获得这个无限流量的一个方法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打开 Chrome浏览器 现在是在一个没有科学上网的环境下 好的 我们随便收入一个东西 搭配方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 OK 这里显示无法访问此网站 因为没有开科学上网的工具 我们重新在这个地方输入我们想要的一个网址 非常的简单 打开这个网站 不需要科学上网 不需要科学上网 OK 那么这边 你可以把它网页翻译成中文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方法的话 就是在右上角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语言选择 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语言 那我们选一下全体中文 OK 它免费就翻译成中文了 那么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个 Cloudflare 免费应用的工具 那么它现在可以兼容苹果系统 安卓系统 MacOS Windows 包括Ninux系统 等于是全平台都可以用的 那么它是安全的 然后免费快速 私密的等等 这个地方我就不演示了 想下载的话 就根据你自己的系统 你是什么系统 就下载什么系统 那现在我是还是在这个Windows系统下给大家演示 那么直接点这个地方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速度非常的快 OK 108兆下载完成 其实我已经下载过了 我已经下载过了 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文件 OK 我们双击 对它进行一个安装 这个地方点Next 然后点安装 那这个地方点4 第一次安装速度可能有点慢 大家稍微等待一下 这个地方安装完成 点Finish 好的 安装完成以后的话 大家看到我的右下角这个地方就已经有这个标示了 那我们点开一下 点开一下这个地方什么是WAPP等等 我们不管它 我们点下一步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点接受 这个地方已经安装成功 那它是WARP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APP一样的 应用 那我们尝试在这个地方点它连接一下 看看能不能连接 那正常来讲的话呢 60%以上的客户都可以自行连接的 我们可以点开这一个地方点偏好设置 这里看一下 我们点这个地方看它能不能连接的到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这个WAPP这里是未连接的 表示连接不到的 连接不到的话呢 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把它关掉 好 关掉以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优选IP 我们给它优选一下IP 这个文件我会分享给大家 在视频的下方分享给大家 那把它解压以后呢 得到这一个文件 这个里面的话呢 它有一个手动方式 生成优选IP单口 好的 我们双击打开它 那这个地方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IPv4的一个选项 一个是IPv6的选项 我们一般呢都是IPv4 好的 我们这边选1 点回车 好 这个地方它就在U选IP 我们稍等片刻 好了 现在说测试结果已经写入这个文件 那我们按回车 好的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刚刚的一个 一个优选的一个文件 这个是根据你本地的包括你主机的一个IP 优选出来的 这个IP不是通用的 不是通用的 你所在的运营商不同 它选出来的IP也不同 OK 我们双击打开它 我们用七十本来打开它 好的 大家看到这边有很多的IP 那么最后的话呢 这个多少毫秒多少毫秒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延迟 那我们就选第一个 选第一个IP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完了以后 我们打开第二个文件 手动方式2 将IP单口复制到这个地方 这一边我们直接点右键就行了 然后我们点回车 好的 这个地方是success已经成功了 当前端点已经设置为这一个了 好的 我们关掉它 关掉以后 我们现在再来打开 好的 这里显示已连接 您的intelet连接是私密的 OK 我们点这个地方 点偏好设置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边已经全部连接上了 上面三个连接 下面显示一个什么 现在已经是有收到数据多少 发送多少了 OK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来打开浏览器看一下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 YouTube来看一下 能不能打开 好的 大家看到这个成功的打开YouTube 看起来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我们来搜索一下 我们来打开一个视频来看看 目前它是720P的一个分辨率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速度是多少 OK OK 目前的速度是2418 我们尝试 试开看一下 好的 现在是到了3000多 现在到了1万多的一个速度 目前是四开的一个分辨率 大家看到 现在是1万1的一个速度 目前是晚高峰7点21分 现在是1万3的一个速度 现在是1万6的一个速度 那对于免费的一个绝点来讲 达到这个速度已经非常OK了 非常流畅了 现在保持在1万4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目前是1万9的一个速度 现在是2万3 已经是非常OK了 我目前的网速是300兆 假设也是千兆网速 那它随随便便可以去到十几万开 没问题 OK 我们再打开它 大家看到目前是WAPP的一个标识 记住 等一下我改了以后 它也会更改的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偏好设置 看这个地方的一个账号 这边是有一个许可密钥 这个密钥就是对本设备的一个使用 那么这个密钥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限制的流量 你超过那个流量的话 它就不能用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想办法给它 通过更改密钥的方式 让它达到这个无限流量 OK 这个地方有一个密钥的一个文件 我打开它 那我这边有好多密钥 很多密钥 因为 可能会遇到视频 审核不通过的情况 所以这个密钥 我就不给大家完全展示了 那我们随便 拷贝一个密钥 到这个地方 我们点使用其他密钥 我们把刚才 拷贝的密钥 粘贴的这个地方 我们点确定 OK 确定以后的话 这个地方剩余数据 是多少个G 10 100 千 万 10万 百万 千万 那2200多万G 的一个流量 基本上是用不完的 基本上用不完的 那么这个密钥呢 就只能授予你本机的一个使用 那么这个密钥呢 一个密钥可以注册5个 设备 可以注册5台设备 那么这个密钥怎么获得呢 那这个 我会在后期节目里面 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的 大家看到 我刚刚用密钥 给它获得无限流量的时候 这个地方变成WARP后面加号了 多了一个加号 那我们再尝试给它连接一下 好的 现在已经连接了 我们再打开浏览器 我们给它刷新一下 好的 刷新成功啊 我们还是给它 它默认是1440 我们给它2160试一下 我们看看它的速度缺了多少 好的 这还是一万多两万多的一个速度 差不多缺了两万两万三的一个速度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